小汤姆猫 而周围的这个感觉更像是这个纽约的中央公园 周围是麦哈顿的高楼建筑 属于是一个微缩版的纽约市 这个有点像帝国大厦的感觉 但是又不是太高啊 好 现在已经解锁两个部分了 只剩最后一个 我们等着下期解锁西地图再进行点击 好的 跟随胖猫超人一起打爆混雄 休想跑 快速冲击 利用冲击波送他们回老家 他们还使用这个电钻头 还是这个什么石这种钻地面的这种东西 咚咚咚咚咚咚 想要破坏这里的路面 而我们使用冲击波将他们送回老家 这个幻雄果然是缓火作案的 既然是缓火作案 我们势单力薄 既然也打不过他们 就被赋予了超人的力量 汤姆猫变成为汤姆猫红一超人 增加了很多技能 但是最搞笑的一点 他依然是不能撞到障碍物上的 身为超人你不能飞 只有在获得这个必杀的时候 才可以进行一个飞冲撞击 普通模式只有前方中杂 这已经不错了 然后又是游戏嘛 你要是无敌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他撞到障碍物上 也是会挂掉的 这里在曼哈顿的街头上进行飞跃 为什么我觉得他有点像是纽约呢 因为之前玩这个GTA4 感觉这里边跟他好像有点相似的感觉 因为有一些的这个楼 都是挨得非常近的 一栋大楼挨着一栋大楼 而且中间也有一段公园的这么一个地头 所以我就严重怀疑它是纽约 直到我今天发现 我们升级这个雕像了 竟然是自由女神像所改变的汤姆猫雕像 就非常肯定了 就是影射的是纽约这张图了 好的 进入前方的中央公园 这个公园做的是比较好玩的 周围的你可以看这个树木有更多细节 对比汤姆猫黄金跑酷 这个细节倒是多得非常多 汤姆猫黄金跑酷的树木细节做的是不行的 没有太多的这个层次感 而这里这个树上的树叶具有非常浓的层次感 对比之前的前作 因为这卡通游戏倒不用说非常做得非常写实 层次分明即可 而且还是采用了一个渐变的处理 这一作对比前作 它本质上两个都是无尽的冲刺模式 但是玩法还有一些不一样 而且从画面来说 这一步更好 它的建模多兵型更多呀 之前感觉面数要少一些 不过都比最初的这个汤姆猫 这个汇学化那个要好多了 最开始的我的汇学化汤姆猫 那个游戏画面前来看已经不行了 人物也是比较模糊 因为本质上它不属于是一类游戏 这个已经是非常偏卡通的 而那个是比较写实风的 最开始汤姆猫都是写实类的 后来都变成了这种卡通类型的 好的 我们的人物撞到了障碍物上 可以开箱子了 万众熟悟的开箱子大法 诶 这个下边是什么箱子 好像从来没开过 应该是看广告开 诶 我们不用看就能开啊 一千金币 十四十 还有十个卡 还有点吗 诶 还有点 这是什么鬼啊 难道说我们断网玩是可以无限次的打开吗 或者说是我们千金玩的积累的我没有开 诶 不错不错 反复开箱子了 获得更多金币以及钻石 这个游戏我给出的是五星加评价 因为它非常的有趣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游戏 请订阅手游固玩 我们下期再见